爱的选择 主要心连心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我依然是绞尽岛之后 为您出生美好姻缘的小红娘文文 同样欢迎秘书里面的四位女嘉宾 嗨 大家好 一号女嘉宾 你好 大家好 我是单纯善良的张淑敏 欢迎二号女嘉宾 我想拉着你的手 与你幸福走到底 三号女嘉宾 你好 活到老 学到老 养生也要到老 我的名字叫图园 欢迎四号女嘉宾 美好生活 要用心打造 大家好 我叫刘凤琴 其实呢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男女嘉宾 最让我们头疼的就是那种特别内向的人 怎么和他聊天 他都不愿意张嘴说话的 那可巧 今天又遇到一位非常非常内向的男士 接下来咱看看他的照片 哎呀 这英气逼人哪 好现状啊 对呀 你看他就不像一个内向的人 是不是啊 对呀 是搞体育的嘛 可能从面向上看呢 他不算是一个内向的人 不知道聊天会是什么样的状态 接着有请他出场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刘洋的李孙元 好 欢迎您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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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这人能四个五 我能慢慢能跟他十个张心 来亚宾哪 您承认自己是内向的人吗 是 不会说话 能冒昧地问一下吗 就是您现在说话慢 是因为天生就是这个速度 还是因为 天生就是这个速度 您就是说话这么慢油油的 对 对 你上学回答老师问题的时候 就这样是的 我不愿意回答 所以你一般情况下别人问你 你就用是好 很少大篇幅地去表达自己的想法 是吗 对 那是不是说你会受欺负吗 不会 比如买菜的时候 买衣服的时候 讨价还价 那我就跟他讲 他要合适我就买 不合适我就不买 那所以你的性格是慢的吗 性格慢 你性格能慢到啥程度 什么事 不着急事 一半会儿反应慢 你认为孙霞说话的语速 听起来你感觉有什么问题没有 他说话语速标准 不是 急性格慢性 还这个人吧 内性 有点太内性 太内性 你不会觉得我很烦 不烦 你说你性子慢 但不介意别人性子快 对 好 来吧 再看看咱们生活当中 慢性子的人都是怎么过的 19793号 李先生 64岁 遼阳人 李懿有住房 交通局退休 女儿已婚在国外 生活平淡 但要寻找生活的意义 大家好 我是普世又充实的李轩元 我觉得人不能停下自己的脚步 应该做点什么 从交通局退休之后 闲不住的我又找了一份保安的工作 又有钱乱 又有示弱 我觉得充实又快乐 我这个人非常重感情 和家人相处得非常好 女儿在国外定居 前几年 我每年都去新加坡看女儿 但是自己生活中觉得缺点什么 渐渐的也不爱说话了 人们喜欢的画画也放下了 现在只希望有个人能够跟我说出话 你愿意来我的生活陪伴我吗 爱的选人我来了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